视频开始前想问一下各位的冒险等于多少集呢? 有没有萌新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凉夏 虚名已经到来了 全新角色提纳里也是加入卡池 不然各位都抽了没有 今天是一期提纳里的攻略 以及视频后面给出抽取建议 让各位玩家心中不再犹豫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希望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 硬币还是留给更加专业的吧 毕竟要硬币是实经验 转发有无经验 提纳里是一位周期型的爆发输出角色 自身突破的属性是超元素伤害加成 最高突破加的是28.8%的超元素伤害加成 80级基础属性也是相对较为一般 不过这也是很多弓箭角色的正常属性了 为了更好的深入了解提纳里 先来说一下天赋技能方面的 普通攻击 自多连续四段射击 重击是分为一段和二段蓄力 二段蓄力更久在三秒左右 区别在于第二段蓄力发射花举剑 而且附近里并产生四枚自行追踪效果的 一个场运化时造成伤害 动机也是提纳里的一个核心技能 那么接下来看看提纳里的一技能 元素战技 现在前方扔出一个叫星雷的领域 随即产出三颗到四颗能量球 并且造成一次超元素伤害 并且造成一个嘲讽效果 不过这个对于精英怪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此外可以让提纳里 重击减少2.4秒的一个蓄力 也就是0.6秒左右的发射一次 如果达到三次或者持续12秒就会消失 这里我们可以把一技能总结作用起来 就是给提纳里冲能 以及给其他超元素冲能 以及给提纳里蓄力很短打出爆发伤害 一技能本上是没什么伤害的 虽然很帅 但是可以不点的 元素爆发发射六枚可以跟踪的长藤剑 如果命中之后还会产生刺激长藤剑 追踪敌人造成伤害 非常的好理解 只需要40点的能量 大招的作用更多在于斧刀 以及大招的无敌针使用 连招顺序是1 AAA接大招输出即可 天赋方面的话优先普攻 启示大招 最后1技能 提纳里的被动1 发射花举剑增加50精通 被动2则是根据精通提升重击和大招伤害 最高是60% 也就是你堆了1000精通也就能吃满这个被动吧 总体方面看提纳里是一个需要精通的角色 这一点后面会说下阵容搭配推荐 说完基础天赋之后 接下来说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配对推荐 经过这两天的实际多次游玩提纳里这个角色 新的草元素反应也是新增了三种主元素的反应 燃烧 战放 以及计划 先来说下燃烧吧 因为目前能够搭配提纳里燃烧的角色并不多 说白了就一个项林脱手嘛 经过10战下去 虽然伤害还可以 但是总体表现比较一般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主要项林班尼特这两个角色极致太强了 导致整体伤害不是很差 战犯反应方面 水系的行秋和夜兰都是靠普攻触发的 提纳里的他们之间不太契合 其他学系的话多为主C 星海虽然可以挂水 但是不过阵容体系搭配比较一般 所以就来到了这个激化反应 激化反应最简单的理解就是 可以提升草和雷的一个伤害 达出结论也就是比较吃整体的练度 队伍的练度越高 达出了激化之后伤害也就是非一般的自变了 这里推荐一个双草一雷一增伤的组合 双草共鸣可以提供一个全队的精通 雷神这里可以解决雷主充能问题 以及提高全队的整体伤害 巴尼特这里就不用多说了吧 雷主的话可以换成科莱 充能更快 雷神可以换成黄女北斗 也是不错的选择 北斗不过这里对充能要求比较高 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北斗的大招也是为数不多 可以通过重击触发的一个角色了 提纳里自身比较脆 有减伤以及触发 他们配在一起就比较契合了 就形成了武装队 钟离的话看操作可以选择 万叶班尼特或者其他真伤减刷都是可以的 关于提纳里的配队就说到这里了吧 有什么好的其他推荐 可以在评论区一起交流探讨一下 武器方面推荐武猎人之境 高暴击以及被动契合度首选 其他五星武器可以选择 阿末斯天空冬极 飞雷不行 飞雷是打普攻的 相信这些大家都或多或少有一个吧 四星方面的话推荐破魔弓 我测试过的 金武破魔赤蟒被动 和金一阿末斯可以打个平手 不过破魔的缺点就是 不能开大 比较难受 其他武器的话可以选择绿弓 绝弦 风花 以及三星的弹弓 也是过度使用 也是不错的选择 我分别对天空和弹弓的裸伤 给大家一个参考吧 弹弓的那个暴击比较高 可惜这是攻击太低了 用弹弓发射的花举剑 后续事发是吃不到的 有点可惜不然还是可以和天空 对比一下的 圣语物方面的话有三种选择 首选四金套 其次是草套和乐团套 主要是四草套可以给队伍携带 不是草戏角色也是可以带的 不过是就是有点可以啊 乐团套的话如果是老玩家 应该是有一套比较不错的吧 圣语物部位的话精通沙 杯子的话草伤杯 其次的话精通 头暴击暴伤 没有好的草伤杯 还有好的精通的杯 只能用攻击杯过度的我 没办法 接下来说说抽取推荐吧 提娜里作为三年一 可以加入长柱的角色 很多玩家会选择不抽 提娜里目前表现强度还不错 值得抽取 至少加入长柱之后 也是个T0级别了呀 不过肯定有一些人 长柱是歪不出来的 现在抽一只 以后歪到命座也很不错 目前提娜里满命只能起飞 不过我猜测一波 加入长柱可能会减低提娜里的概率 不然让一些人出外到满命 那不直接起飞 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流水吧 所以还是值得推荐抽取一个的 抽一个0命即可 好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里呢 到底要不要抽呢 欢迎大家弹幕上让我看看 那么本期提娜里的攻略就到这里了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 希望可以点个赞支持一下 我是梁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